我還是有點煩惱 怎麼樣?不是跟Ivan吵架嗎? 我懷疑Ivan有機會有可能 外面有別人 你見過嗎? 我沒見過,我只是猜猜而已 那是誰?漂亮嗎?有照片嗎? 我懷疑是他部門的電腦 電腦? 你不是對自己這麼沒信心吧? 我也不知道,我所有事情都是猜猜的 我還以為你跟Ivan很穩定 他還買了房子,跟你結婚 我們還沒存夠錢,付首期 有一段時間都買不到房子了 你說你們還在存首期? 你幹嘛這樣看著我? 沒什麼,你有什麼不告訴我? 以我所知,Ivan最近買了一層樓 他買了一層樓? 可能他是跟他的家人買? 他父母也不在香港 為什麼他會買了一層樓 不告訴我呢? 為什麼你會知道? 有一次,我遇到那包租公 和Ivan在喝茶 然後我才知道 原來那包租公 賣了另一個單位給他 是何時的事? 什麼?大半年錢?他真的沒告訴我 可能他是打算給你一個驚喜 裝修好了,才帶你去看單位 那單位在哪兒? 在大廚 我想買的那層樓在大圍 難道他真的有第二層住家 所以每個月才存得這麼少錢 因為他正在供第二層樓 別哭 別哭 不如我們再…我們再查一下 我們先查清楚 你知道嗎? 我電了那包租公了一個小時 他才肯告訴我 Ivan就是買了單位在這裡 Ivan沒理由買這麼舊的樓 和我一起住 又是你說 Ivan每個星期 都會在這一天 跟他的舊同學見面 我明白的,如果他真的說謊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來這裡 我不知道看不看見他好 不用想了 他在這裡 Ivan原來真的在這裡 他沒有跟那些舊同學聚會 對,還有兩個飯盒 他肯吃到這麼多東西嗎? 難道他真的跟電腦機在上面? 猜猜也沒用 想知道的話,你上去吧 真的要知道嗎? 我還是不想知道 你也想知道真相的 我下都不想 我下了 快點吃飯吧 吃完飯,快點去洗澡 這麼賤人? 吃完飯就去洗澡 想不想這麼心急嗎? 洗澡 陳老爺…你開門了 快點 May,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你當然不想讓我知道 我知道你和大女兒在一起 你不是誰來的? 電腦機 電腦機為什麼會在這裡? 我向你介紹 我和弟弟阿神 我女朋友May,她的朋友… Vanis 你好 堂弟弟,你好 要喝水? 麻煩 我怎麼猜到你堂弟弟的事 不能告訴我 我還是不想阿十難受 才不要說他的事你知道 而且我怕你知道之後會擔心 為什麼他的事不能告訴別人? 阿十不出門,不上班 是個隱蔽中年 自從叔叔去年離開之後 他沒有人可以依靠 只有我這個親人去照顧和供養他 我想他也不想讓別人知道 他的樣子又不像這麼大的問題 你見過他一次,你相處就知道了 你可以找社工幫他 我有,但很奇怪 他一見到社工就很正常 別人以為他只是懶惰 隨便呼險,叫他在社區中心 我認識朋友,之後沒有再跟進 所以他就靠你的樣子嗎? 小時候家裡經濟不好 是靠叔叔 就是阿十個爸爸才能熬過 但其實叔叔當時家裡經濟不是很好 但他願意拿所有錢來接濟我們 對,爸爸說過以後就一定要兩家人 互相照應 原來你是因為報恩 所以無條件地照顧他 不過我有件事很好奇 為什麼你會覺得我和電腦有關係? 那就因為你身邊最親密的女生 是電腦,有一天我就不小心 而在你電腦的螢幕看到一張照片 照片裡有個女生有點像電腦 你是否說這張? 就是這張? 這張是我和電腦 一起幫朋友研究的智能生成照片 裡面除了我的樣子之外 全部都是假的 你看這個,這個女生有四十隻牙齒 四十隻手指 因為我也是睜眼看見,所以沒什麼留意 總之你放心,我從來沒當過女生 我也是一時胡思亂想 我明白,我花了很多錢在阿拾身上 所以我也找回很多秘魄 逢星期六天我會幫人弄電腦幫忙 別走的,絕對不會讓她影響我們的 買樓大計 總之我知道你的錢沒亂花就行了 買樓的東西可以慢慢來 你別顏慰自己就行了 不行,我答應了你的,我一定要做到 而且跟你在一起是我的人生目標 最好生一仔一女 一家四口在屬於我們的家 一起看日出、看日落,那就完美了 我的人生目標是生一個足球隊 每天在家裡不用做做少奶奶 那就完美了 隱形戰隊現已熱播中 想看更多精華片段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吧